过去的六个月 从今年的六月开始吧 一路到今天录音的时间是12月的2号 那这六个月来 我大概180天的日子有60几天 我都不在台湾 也就是说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台湾 那就让我想到很多很多事情 因为一路从六月我跟父母去美国西岸 去找我哥 待了一个月 到九月中我受不了 跑去泰国 然后去了七天 然后回来有隔离 十月中的时候解封那一周 我去了韩国跟日本 总共待了十一天 十月底的时候 我跟新丁老师去 东京跟九州的别府 待了四天 十一月中的时候 我临时起义 想去冲绳 因为遇到一张便宜的机票 我就去了 然后顺道 不小心去了 艾伟在民国舞的演唱会 待了三天 十一月底的时候 这一趟是本来很久之前 就已经计划好的 去东京 大阪跟京都 那东京是转机 不过 之后还是以关系为主 待了七天 所以总计 我大概有六十几天 都不在台湾 但 每一次 我回来的时候 我都有蛮大的感触 首先从我们 准备计划 要出发的时候开始 包括我们开始买机票 开始Google 路上的Blog 或者是向各位听众可能在听Podcast 或者是看YouTube 找一些景点 当我们在计划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脑中就开始有一些很快乐 很快乐的感觉 我听起来有点很抽象 因为在我们这么痛苦的人生当中 可能我们被工作压着 可能被家人压着 可能被另外一半压着 可能被小孩压着等等的 我们被很多东西都给束缚着 那旅游这件事情 对于很多人来说 包括我 都是一个解脱 那就很像一个麻药 你可以 麻个三天 麻个七天六夜 可以麻个一个月 那就是看你的能力 或看你的公司 对你好不好 或是看你 本身彩力够不够 等等 所以每一次到机场的这个路程当中 我都蛮 我都蛮开心的 我都蛮期待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那也会开始在那时候 再顺便再计划一些东西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准备去毕业旅行 格式录影的前一天晚上 有些人会兴奋的睡不着觉 那我是小时候 我就已经不太好睡的人 就 大家应该会懂我的意思 我们会想要把 我们会想要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可不可以每一次都倒流到那一天 就是一段开心的回忆 的前一个晚上 这样 这种好像我可以永远都这么快乐 永远都这么天真的感觉 那旅游也是一样 每一次出国 每一次到机场 都有那种期待感 期待等一下可以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等一下可以吃什么事情 但说到底 那个东西真的是 我们所追求的吗 我也稍微思考了一下 我发现其实 真正开心的事情是 这段旅程之间 我可以不用思考 工作上的事情 我可以不用理主管在说什么 我可以不用理同事在那边讲说 这个今天可以帮我干嘛吗 这样 然后也可以不用理 可能朋友 说什么 你今天又可不可以来载我 什么等等的 就是你可以不用理一些很琐碎 所以你平常根本就要跟不想处理的事情 你永远都可以跟人家说 我在国外 我在度假 我今天休假 我今天特休 请不要打扰 当然这句话大家都不会讲 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 就是 我现在在东西 你不要吵 这样子 有点整个心里还是会这样想 其实在起飞那一刻 就有一种 跟世界断连的关系 或是你可以跟 社交的 社交软体上的人 或是你可以跟一些 相对于来讲 你生活当中 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去断的连接 那虽然说 现在我 现在记忆上都有 网络 但是 你也可以很 不负责任的 说 我现在在记忆 所以你会有强迫一个断网的时间 这个时间我也通常都 拿来 冥想 或者是睡觉 那我通常想的内容就是 为什么最近这么累 为什么我会累到 我又要规划一次的旅行 为什么我又会这么累 然后最近到底 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或是说 我有没有做对什么事情 然后我希望这一次旅游 我可以 我可以 我期待说 我今天回去的 回 回台湾的时候 我可以把一些 不重要的东西 给滤掉 透过旅游 我可以知道说 什么人 什么事 什么 什么东西 对我来讲是重要的 那如果我在旅游 这段时间 我完全都没有想到 这个人 这个事的话 那我 肯定是这件事情 没有到很上心 或者是还没有觉得 它很重要 这个它可以指 很多东西 所以 我觉得旅游有一种 另类的冥想 它是一个很贵的冥想 很贵的一种 亲近自己脑袋的时间吧 但也是贵过于说 在机上 你根本就不能用任何的东西 然后在国外 那个网络 没有像台湾这么的 方便 那么的 甚至会说便宜 所以 每一次的这个旅行 我回来的时候 跨出了 机舱 然后迎面而来 其实 就是 湿湿热热的空气 那 对我来讲 还有很多很多的负担 跟压力 全部都 在那个时候 一起回来了 包括说 我会开始想说 哇 我这几天不在 我的工作 是不是 伪在淡气 比如说 我这几天的东西 是不是被别人搞爆了 或者是 比如说 我这几天 主管是不是觉得说 干你怎么修这么久 或者是主管人想说 为什么你 这个刚刚过去 这个三小时 你怎么都没有回 那因为我在机上 怎么回 这样 就是你可能会 你可能在紧急状况 就是找不到你 会开始担心东 担心西 但 终究 再回到我们 原本搭机的时间 其实 这趟旅程 本来就是希望 要 跑掉一些 不太重要的事情 那 在这一刻 下季的时候 却又全部都回来了 然后 所有的压力 可能有人 朋友问你说 诶 好玩吗 有人说 要接机吗 有人问说 诶 你可以帮我买 免税品 买什么什么什么的吗 然后 他可能还跟你说 诶 你帮我看看这个有没有 诶 我打视讯给你 诶 我打电话给你 你帮我看一下机场 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一切的烦恼 好像一切的 复杂的东西 都回来了 这是一个很 很有趣的情况 再怎么样 我们出去再久 即使我今天180天内 我出去60几天 都没有办法 躲掉一件事情 就是 你终究要回来的 你终究要面对这一切 终究要 处理这一切 过去的旅游 那段时间 不管是三天 七天 十一天 一个月 你会来总是要面对 那些东西的 这些都还假设在 你这段旅程当中 没有跟旅班吵架 没有跟 国外的人发生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你的行李没有掉 你没有被偷 然后你没有花一些 额外的钱 你没有搭错飞机 你没有 搭错车 等等的 所以 再怎么样 发现旅游好像 虽然可以暂时 麻痹这些东西 但 它终究是不会 它终究是不会不见的 所以 通常我回来的那一天 我都会给我自己 一点假 我可能会选择一个 下午的班级回来 然后晚上就开始沉淀 当然其实一回来 我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管是先吃一个 卤肉饭 还是先 打一场楼 还是说先 睡一觉 我通常回来的那一天 都有很多 我本来 很想做 但是我在国外 一直做不了的事情 然后我想说 啊 我来回到了这个 舒适的地方 我想要 去回味一下 后来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一直觉得 最舒服的环境 一直都在这边 但 过去一直都觉得说 好像出国 旅游 甚至常住国外 才是令人向往的一件事情 但 其实一直都没有 如果 过去听的 这些 因为刚好 解释了这个节目 刚好是 从五月开始 其实就寒刮了我这 将近两百天内 出国了六十几天的 这些过程 当然这些旅游 可以对节目 对我的生活 甚至对我IG 有非常非常 多的 的这个流量的增益 或者是大家会觉得说 哦 很酷这样 但是回到我自己 我 即使有了这些东西 我自己还是 有一些 困惑 就是说 哎 今天 出国了 回国了 然后呢 然后我 我怎么 我好像 回来还是有这些问题 我以为出国 回来我会想清楚 但是也没有 有很多事情 都还是尚未解决 这样 所以在这几天 我就 有点 撑下心去想 觉得 哎 我其实确实是觉得 在 在台北 生活是很舒服的 然后 虽然说 去国外是很开心 但 再怎么样一个 开心的事情 你做多了 还是会有点 麻痹 还是会有点 觉得 啊 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跟 其实旅游也是一样 虽然可以去很多地方 如果有钱的话 虽然你可以去 欧洲 可以去美国 等等的 但 但 我也有限制于 我自己的很多 很多状况 主要 当然还是 工作上的家 工作上 要怎么样去安排 我才能够在国外工作 然后 搭飞机的时候 肯定是无法工作的 还有 当然还有钱的问题 就是 钱绝对是一个 最大最大的前提 所以我也不断地在研究说 要怎么样便宜 住到这些地方 或者是去这些地方 但 在 钻研这些东西之后 我就开始在回想当中 就回想说 这些东西究竟是不是 被创造出来的 包括这些需求 我原本只是想要出国 后来变成 哦 我一定要出国 出国才能 放松 但 现在出国到一定的 次出之后 我开始在想说 它好像 没有到那么必要 我好像以前把它 想象成它很必要 这又可以 echo回 我们前几集的 看房 我们看房的三重 应该是第二间 跟第三间 应该都会讲到 其实就最近几集的 新杰要买房的内容 其实就连 那么破的房子 都有人能够住下去 他也都能够长大 他也都能够 好好的活下去 其实说到底 就是我们的标准太高了 我们都觉得 好像每一年 都要出一次国 才叫做生活 每一年都一定要去日本 我们叫他回家 我们叫他返乡 我们好像会把一些 莫名其妙的东西 赋予了一些东西 然后追求到之后 然后就自得喜乐 觉得很开心 但是生活的需要 生活的必须的东西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地小 你不用每天吃到 这么好的东西 然后 其实你应该可能 自己出去买东西吃 自己买东西回来做 你甚至也不需要 去交到外送 其实我们的需求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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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低 但我们 老实说就是过得太开心了 太爽了 太方便了 所以我们开始把 我们把我们的 生活的要求 拉到好高好高好高 但 在一定的 在 在我这样子 不断的出国之后 我就开始思考 好像 出国也没什么 出国也就是这样 出国 当然有很多新的冲击 有很多新的什么 但是回到 为什么要出国这一块 我就开始一直往 很深的地方去走 为什么要出国 出国究竟是 你想让别人看到 你在出国 或者是你想让别人看到 你可以出国 还是说 你 像 我觉得可以讲一些例子 比如说 我爸妈 他就 会非常非常的 想要告诉别人说 我今天去了哪边 我今天 做哪些事 我今天搭了什么 商务商去哪边 然后我经营了什么 贵宾市等等 但他其实对这些东西都 一窍不通 所以对他来讲 面子 可能是蛮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对于我 当然 多少会有这些 我 不会骗人大家 骗大家说 没有 我没有在追求这些 我肯定有部分 是在追求这些 因为这些东西 确实会让我开心 人家羡慕我眼光 甚至有时候 忌妒的眼光 我 我 我还是会觉得快乐 我会觉得说 哈哈 这样子 对但 拿到这些之后 我反而会觉得空虚 因为 我好像满足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 我自己并没有到 特别快乐 当这些东西 变成常态的时候 他就 没有 没有什么刺激的 但当 我自己觉得 我本来就是可以 比较频繁的出国 当别人也这样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 好像我要追求更多的东西 更刺激的东西 那 我就开始发现一些状况 包括说 我可能没有那个钱 去追求更刺激的东西 因为一山总有一山高 很多人觉得 我最近 我住 最近都住那么贵 那么好 原价那么贵 这样 但 其实 能够每天住的人 甚至常住在这间饭店 也都大有人在 那我可能 不可能只是 PR可能50之类的人 我并不是 我可能只能 只有比50%人厉害 或我是 比较懂 或是知道怎么样取巧 但 实际上 在这个整个 人生的这种 天梯里面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去跟一些 非常非常厉害 不管是金钱上面 或者是各种东西上面 很厉害的人 我发现怎么样 我都追求不到 你觉得你要怎么样 才是赢过这些人 但你赢过之后 你又有更多人 要去赢 今天 一年出国一次 你已经是 你身边的人 很厉害的人 后来也变成 一年出国 一次长城的 你觉得说 别人很羡慕 觉得说 哇 你价好多 钱好多 但你今天 一年 一个月 你可以出国一次 但是 但是 其实有些人 根本就 怎么样 你到这个 你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 根本就 他根本就是 因为他常常旅居在国外 他可能这个国家 飞完之后 他就已经到下个国家 然后之后再回来 这个国家 发生永远都比不完 永远都有一些 比较更强的人在 当然这个强的定义 是非常扭曲的 这边强的定义 竟然是 能够在国外就是强 所以 我现在回来之后 这种死我三分之一 过去半年 我三分之一时间 都在国外 当然我一开始思考 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这样做 我又开心吗 老实说 这过去的半年 我有 这旅游 我都带着一个 非常非常不开心的情绪 因为 我以前都天真以为 我出去了 心情就会变好 但是回来的 我心情反而 有时候还更糟 因为 非但没有解决 你还晚了三天 七天 一个月在解决 有时候事情 只会变得更严重 因为你都没有解决它 所以最近 最近我不断来 才说话说 哇 旅行意义到底是什么 只是满足某些 眼光吗 还是真的 我想要去探索这个地方 还是怎么样 我就开始 想说 哇 那我 那我过去这些事情 嗯 真的有必要吗 例如说 我真的有必要去日韩 加起来十一天吗 其实你说日韩 我那几天的行程 既然浓缩起来 大概四天就可以结束 老实说是这样 但是我去了十一天 当然那十一天 大体上是蛮开心的 但是回来 好多好多事情要处理 好多好多的东西 然后 我也没有办法 逃离这个地方 讲坦白 我没有办法逃离 呃 台湾 即使你能够逃离台湾 你逃到美国 或逃到日本 或逃到任何世界 任何一个角落 你也没有办法逃过说 你有一个父母 或者是像我可能有个哥哥 或者是像我有非常非常过去的 非常不好的感情史 等等的 这东西 永远都逃不掉 当然你有一种很消极的方法 就是 哦 我逃掉 那我就结束这个生命 但是 这个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选择 对我来讲 这是一种终极的逃避 所以我拒绝使用这种方法 我就选 我就想说 哇 今天虽然我们出国 我们暂时的逃离这个东西 但是 我发现我今天 不管到南极北极 我总有一天 我还是要面对这个东西 除非 大家都不在 除非地球都不在 等等的 那这些都 太浮夸 发现不管怎么样 你可以离 问题很远 你可以逃避问题 但 终究你还是得 面对问题本身 甚至有时候 我们自己就是问题 我们自己到 不管世界哪个国度 你都会跟别人吵架 你都会跟别人 需要处理一些 你性格上的问题 以前我曾经有想过说 我要不要 离开我身边所有的人事物 这边的离开 当然有很多种选择 很多种选择跟方式 那其中一种选择 是 有一次我就 买了一张机票 飞 文革华 但我没有买回程 然后海关也问我 但那时候 我状况非常差 我就说 我还没有买 他就说 那为什么 我就说 因为我还没想好 但是其实 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打算 我基本上把我在台湾所有的钱都提了 然后我就带着线钞 就这样出国 讲坦白后 我那次没有打算要回台湾 我是真的没有要回来 那 当然 我最后还是顺利入侵 然后遇到了很多的人 事物在 温哥华也好 在 旧金山也好 在 当时的西雅图 那时候是 六七年前吧 你就是那时候我才23 24岁 然后我在这些地方 详细的事情 有空再说 我会遇到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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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很多来自于 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可能 我可能太信任这个世界 或者是说 我常常不知道人家到底要干嘛 就是 我不知道他人家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就是我可能就相信人家 字面上讲的事情 我就觉得 哦真的是这样 讲简单一点 就是我还不知道这社会的险恶这样 然后我发生了非常非常多事情 我最后 还是回到了台湾 我最后用了最后一点点的钱 然后 没有 我还跟别人借了钱 回台湾 跟他说 哦我之后再 我之后再还你 但确实之后也是还了 但就很好笑 就我 我本来是决定要走 然后也不要回来 我甚至也有机会可以不用回来的 因为 各种的际遇 让我有这个机会 但我发现 不太对 发现 这感觉很怪 你 你自己 离开了一个地方 就像你原本有的 讲像你是一个植物 你以为离开了这些土 你就可以自由 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就换下来说 你今天 把你自己的根从土里面拔出来 你用力一跳 你就可以离开这些东西 但是 你拔掉 你发现 你整个人是悬空的 你整个 整个 你过去生活的很多的痕迹 都在那个土里面 那你选择 你选择离开这些东西 其实 想坦白一点 你永远没办法离开那过去的所有东西 我很浪漫的幻想 我离开了台湾 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抛出脑后 我也用了非常极端的方式 包括我 直接 提所有的钱 离开 最后我发现 我在国外 就是一个 就是一片落叶而已 就是 就是 没有人会在乎你 然后 人家怎么做 你也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反抗 因为你就只是一片叶子 你根本没有任何任何的能力 你也没有 钱 你也没有 关系 你也没有 当然也没有家人 所以就变成一个 很孤立无言的情况下 我最后还是选来 选择回来台湾 那 那时候我才23、24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荒谬的年纪 后来我才发现说 其实你今天 真的真的真的选择了逃避 再怎么样 你以为有一个地方可以逃 你以为 你真的做到了 其实你真的像 我这样子 这么的决断 这么的 果断这样做的 还是徒劳无功 还是徒劳无功 就是 晃了一圈 我 我 没有了钱 也 跟家人结下很大的量子 然后也 有很多问 后续的问题产生 因为那一段时间 我是蒸发的 那他是 没有 不太有人能够联络到我的 那个不是 已经不是你手机关机的事情 是 别人要去找你 都找不到 别人以为去你的住处找你就找 就找不到 但是你根本就不在那边 有钥匙的人走进来 也发现干这个人怎么不见了 而且不见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终究 这些问题好像 不只是人家的问题 就是 我后来在旅途当中 包括我在飞机的图上 我也是怪东怪西 我就想说 唉 我身在一个 可能 经济OK的家庭 但是 没有给我很多 关爱 或是给我很多的帮助 心理上的帮助 然后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 家人的问题 然后 我觉得朋友 也有朋友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 那时候的感情 也有感情上的问题 但我也有怪自己说 是我自己哪边做不好 我自己什么样子 我也去检讨自己 那我也幻想说 我出去了之后 我可以在 国外就 落地生根 我想说 因为我对自己 还蛮有自信的 我觉得我去 我一定 可以找到方式 留下来 当然我知道 这个方法 这个想法 非常的天真 但是我那时候 真的是这样想 甚至我到现在 我都还这样想 我都觉得 我在哪边 我都活得下去 但确实也是 是活得下去 但是 那个活的是 一种没有意义的活 就是你会想说 我为什么和而活 今天到一个地方 你想象 你现在到一个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是你自己一个人去 然后 没有人在乎你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 你今天回家的时候 也没有 如果那个是家的话 你也没有 没有 第一个 可能没有人在等你 第二个也 怎么讲 你自己的存在 变成一个 很虚无的东西 你会觉得说 好像我以前都觉得 我准在就是 就是怎样 我可以给什么东西 我可以给什么东西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但那一刻我都觉得 哇 我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活着 我完全 完全失去 我的 人生的重量 完全是 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 这是一个很 很诡异的感觉 我真的说 那是一个很诡异的感觉 所以到后来 我真的 我知道我回来会被骂 我知道我回来会被 没有被 没有被逐出家门 已经算很幸运了 以我们家之前的状况 那后来我还是决定 回来面对所有的一切 因为 我没有任 我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 我没有钱 继续活下去 然后我并不想要 我并不想要 怎么讲 在 那时候在美国 是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在美国 继续下去 但 它有很多很多 小问题 它可能 有走在一些 边缘 或者一些什么状况 那我觉得 哇 为什么我变成这样 但 这是谁做的 是我做的 我自己选择这条路 然后我自己 把我自己逼到 这些地方田地 其实也没有 没有人比我这样做 也没有人叫我说 哦 你就出国啊 就去晃一下 但最后我自己选择了 闯了一圈 然后回来 我 我自己 学到最大的一件事情 真的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身边 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不是说放弃 就能够放弃 其实我们放弃不了 其实你真的放弃得了 你放弃完之后 你会发现 你 完全 无法定义你这个人 你没办法定义你是谁的谁 你没办法定义你是什么 然后你今天做的任何事情 变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身体需求的 你今天因为饿 所以你要去找食物 你找食物 你要用钱 你要用钱 所以你要去赚钱 那你赚钱 你可能要用一个非常低利的方式 或者是 非常劳力密集的方式去做 你会发现说 哇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 最后 在这一次回来 那一次那一次回来之后 我就觉得 哇 天哪 不得不 要做这件事情 也没什么选择了 因为 我试过别的选择 然后发现 私下选择更难 更艰难 也就是我那时候 觉得我已经很早 但是 在外面这样生活 是更惨的 真的很扯 就是真的是更惨 就觉得说 哇 我真的可以不用这样 所以我就躲回家里 我躲回台北 对我来讲台北是家 所以这是一个 很泛衬的一个讲法 那我回来的时候 当然没有是 当然是没有跟家人住 就是 唉 很感慨 所以 这是京都 我回想到上次 我从 可能从文革化回来 就是好像 我变了很多 但是也没有 也很多东西都没有变 就是我还是 会想要用这件事情 以为可以暂时逃脱 像个麻药 但麻药一退之后 那个痛苦感 是会跌上来的 因为我在练习 有没有办法 直接解决这些痛苦感 或者是直接预防 这些事情的发生 例如说 我前几集也有提到的 就是可能我家人 我知道家人 是我有一个痛苦 非常大的来源 可能是我人生当中 70%的痛苦来源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 工作好解决 工作要么换工作 要么就是我现在 努力的去做 我一定做得到 因为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工作能力 对我自己的所有能力 我都非常非常的 有自信 我认为那都是 我想做 跟我不想做的事情 就好像 Podcast一样 我从来都不会觉得 说我做不到 我从来不会觉得 说我自己 可能我不想剪接 我不是觉得我不会剪接 我是觉得 它好像对我来讲 有点障碍 但是我 如果逼我自己做 我还是会做 我还是做得过去 即使我真的要做到 很高水准 我觉得我一定也做得到 但我就是不想做 所以 这些事情 我觉得 我开始就去 面对这些困难吧 或者是有点是 以前的对自己的心结 后来也有找到一些状态 其实那个心结 根本就是我自己本身 然后就发现说 有问题的是我自己 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是 我就开始先解决 我自己的问题 我就把我自己的问题 先 先理干净 当然也没有理干净 就是我先努力的 让我自己回到一个 稍微好的状态 比较好的状态 我先不管人家 我先不管我今天家人 对我这一趟这样子 跑出去 然后又 几个月才回来 然后滑光自己来继续 等等的 这种疯狂的事情 我没有心情 我没有能力 再去管他们怎么想 我没有能力再去想说 好那我要怎么办 这些弥补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自己变更好 所谓的变更好 这边讲的有点大了 就是至少我活得下去 我能够持续过生活 我能够有心情吃饭 我能够有心情上 上班等等的 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 我只是想要恢复到一个 很基本的生存 很基本的一个生存 我没有对我自己期待 像以前对我自己期待那么高 就是我毕业 我就应该要去做什么工程师 然后去干嘛的 没有 全部从零开始 然后开始慢慢找回我 对很多事情的一些想法吧 或者是甚至是从这个时间 我才建立这些想法 因为过往 很多想法都建立于 我身边的人 尤其我家人 对这些的想法 可能 读完建中 就应该要上台大 你怎么会到福大去 那他们不用讲 我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因为毕竟是 一起生长的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那种 根本不用讲的 责备感 我就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 我就先把这些东西放下 我想说好 我现在至少 我现在 在这个时间里 可能25岁上校 我可以 重构我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这些人算早 我不会说 我已经浪费25年 不会 我觉得 我做了很多很神秘 很疯狂的事情 或者是我做了很多 根本同年龄 根本不会去做的事情 我其实做到非常多东西 但我同时也失去 比同年龄更多的东西 那我也选择 好 那就 继续走下去看看吧 还是一样 我对我自己的 能力非常有自信 我就觉得 啊 我要做一定都做得到 所以我开始 有很多很多的尝试 那当然对于 现在30岁的我 是一种 很奇怪的感觉 因为才过了5年 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现在 我没有办法想象 55年前 我绝对没有办法想象 5年后的 5年后的我会 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管是可能是 对于自己心情的控制 比较好 不说到完美 一定不可能 或是可能对自己的工作 已经有一定的 一定的这个程度 所谓的一定程度 包括说 可能是赚钱的能力 我可能以前不觉得 我可以赚到 怎么样子的钱 我可能觉得 哦 我有一个叫做工程师的工作 就已经很厉害了 到5年后的工作 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是 这一个领域的一个 算是小小的专长 我不会说 自己很厉害 因为就 就才这个几年的经验 但是这些东西 都不会是我以前 能够猜想到的 所以我发现 我自己变超级多 我自己 自己有一个 非常非常剧烈的改变 但这些剧烈的改变 追到根源都来自于 我已经 把我自己丢到谷底了 但是我是看到一个井 然后我跳下去 我跳下去之后 然后我在大叫 跟我爸妈说 哎 救我哦 这样 当然其实那个时候 这个经元 都还是来自于家里 但是我跳出来 那个井了之后 我就想说 哇 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我怎么还要跟家人求救呢 我应该要 自己要能够爬出来 所以我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包括我可能也没有去 读更多的书 不想要跟家人拿更多的钱 或者是我 做一切的事情 都是为了要让我有能力 能够去做更多更多更多的选择 我会在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那个时候再出去 可能又出去流浪几个月 但是这一次呢 不一样的点是 它不是带着很多 想要抛弃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东西会跟着我一起走 然后我也想要自己 把自己的能力给建立起来 就是 我没有不想要有缺于任何一个人 那我已经建立到一个很过度的地步 就很多人都说 哦 我觉得你好像根本不需要我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是因为每一次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 或者是 别人帮我的时候 别人的 别人对我的 脸色或者是言语 都不太好 可能是说 可能有那种表情是说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或者是说 不是早就跟你讲了吗 这样等等的 所以后来我 为了不看别人的脸色 我把自己 我强迫 我强迫 我自己把 我可以做的东西都做到好 所以也到了现在30 应该明年就31了 那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非常老人的一个回忆路 但 真的旅游这件事情 不想要讲回来 就是其实旅游这件事情 它有 对我来讲有很多很多的 酸甜苦辣在 那以前的旅游出动 跟现在也多少有点不一样 然后品质也不一样 那时候我在外面旅游的时候 是住 AMBNB 跟别人合宿 亚方 hostel 那个hostel是 国外hostel 不是你日本想的 漂亮亮的hostel 国外hostel非常的可怕 然后也很多 八个人住一间 行李箱根本就开不进去 这样子等等的 就是过过一段 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 然后那个痛苦都是我自找的 那我发现说 哇 很多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环境 大环境是大环境 还是有人可以在这个状况下 过得很好 还是有人可以 就是做得比我好 一切有问题 好像跟我自己的能力有关 所以我不断 不断想说 我要培养我自己的能力 从之前的工程师到现在 我想做自己的节目 做自己的podcast 然后找了朋友一起来做 什么的 我都想要自己建立我自己的 算是一个王国 我想把我自己的舒适圈 从原本一个人建立到 可能跟社群 过去是跟实况台的很多观众 我觉得跟他们聊天 我觉得超级开心的 我觉得好像 见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 我想再把这个再扩张出去 但现在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想做的更多 我想要把这个舒适圈 扩张出去之后 这个舒适圈同时也可以成为 人家的舒适圈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希望我可以接触一些人 像是五六年前的我 我觉得这个 好困难 我觉得如果五六年前我有一个 有一个安全网的话 我觉得我会过得更好 当然 这也倒未必 这个有可能 我五六年前没有经过那些事情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变成现在这样子的状态 但 我很常在很多的节目里面 前面几集 虽然我很多都在讲一些很 标题都在讲一些东西 但是最后我都会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 想想我们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 不管看房 还是紫维抖书 还是 甚至我前几集的旅游 都会万中不变 会回到这个核心 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 然后我们追求的东西 是什么 这样去好好去思考 因为 与其说我们不断的去 追一些东西 我们觉得旅游是很酷的事情 跟大家一起 大家要去哪边 我就要去哪边 大家现在去精度看枫叶 我就要哇冲啊 但 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是你想要炫耀吗 还是你真的喜欢枫叶 说实在的 我对枫叶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去了 当然这个东西 当然是 其实我在半年前规划 是永远跟我前任去 这个 那就算了 但是 其实我知道很多东西 可能我是因为某些 我自己的 小私心 或者是 一些不太好的理由 我才去的 我就说 其实证明这些东西 好像没有太大意义 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大意义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好像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达成 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做这些事情 我把很多东西 很多我想要的东西 冠上了不必要的理由 然后再去 再去正规化 再去 正 就怎么讲 说服自己 我是需要它的 后来 说服久了 就变成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就好像每次出国 你是不是一定要搭商务 是不是 基本上经济也可以 那经济的话 我过去 我可能说 经济我真的睡不了觉 但后来 其实我有没有搭过经济的长枕 又 我怎么样睡觉 我直接在上面吃 没有直接睡觉 后来发现说 好像其实也是一解 好像也没有说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才能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给自己 更舒服的理由 就是其实人生要的 真的没有那么的多 这样 就是一个很 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很 很神秘的 就是那如果 我又没有办法倒退成那样子呢 好像也不能 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倒退成 说好 那我每天就自己 去外面买饭 然后挑那个 可能在什么特价时间 去买什么饭团等等 我好像也没办法 回到那个生活了 但是我会在 我每一次 可能扩张 我每一次的需求 所以我开始在回想当时 可能几年前的我是 其实这样 我根本就过得也不错 也蛮开心的 甚至那个时候的 我大家还是羡慕的 大家会羡慕 我可以去7-11 买一杯25块的昂列奶茶 说干的奶茶好贵 我都喝10块的李顿 那时候大家都在羡慕 就是说为什么 你可以每天喝这个东西 但那时候 我都觉得无所谓 然后现在很多人都羡慕 说为什么你可以每天住国 甚至都想说 你现在还在哪里吗 是不是你根本没有回来 我发现好像 好像不断的追寻这些东西 但我当然也获得快乐 但其实回到我自己 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 我都觉得好像这都没有很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最好的话 最好的话 我可以在台湾 我都可以享受这些事情 我就可以享受 我在国外的这些宁静 在国外这些 如果今天你不重要 你不要来炒我这些特权 但是我觉得我在台北 我就想要做到这件事 我在台北 我现在住的地方 我就想要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把不重要的东西 直接排掉 然后我想要好好亲近 我想要好好重视 我想重视 我想要好好经营我想经营的东西 然后我想要好好把我自己给做好 不管是微人 或者是事业 或者是节目等等 然后当然 如果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的话 我觉得好像 我会觉得比较开心 我现在阶段 我会觉得更开心 比起过去那些 可能想要追求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这样 所以讲到这边 其实我只想 我其实只想表达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每一次在追求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再往深一点去想 就是这些事情 是因为我们羡慕人家去做 还是因为 我真的想要 我真的需要 因为我也常常在看Instagram的时候 我发现 资讯实在太多了 今天谁谁谁又在日本 今天谁谁谁又在京都 今天谁谁谁又在杂谎 今天谁谁谁又在 可能小尊 就是杂谎方便 然后可能 今天谁谁谁又在法兰克福 今天谁谁又在温哥华 就是 IG都充满了这些讯息 在不断的刺激 刺激我 刺激我说 你看 他们可以去这些地方 那你现在怎么还在台湾 那我会觉得不太对 为什么会觉得这些 这些是因为其实我都做得到 说今天要去哪边 明天要去哪 我当然是可以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会羡慕这些人 我会发现 其实只是 其实只是 我可能 比较 我可能就觉得说 出国本身就是一件 你可以忘掉所有事情的 的一个行为 但最近几次的旅游 我基本上我出去都带着使命 我可能要工作 我可能要照顾我父母 我可能要 照顾我的旅伴等等的 我会需要花 非常大的心力去 在这个旅游上面 那所以后来我也都很多 自己的旅行 因为我发现 我唯一要照顾的人 就是我自己 这个让我的压力很小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 容错率是很高的 今天没搭到飞机 我会说 啊所以我自己笨 我自己该早起的没早起 今天没有吃到饭店早餐 我会怪我自己说 啊你昨天自己不早睡 昨天硬要去酒吧喝酒 那你自己有病 那你自己要负责 那今天旁边有人的时候 我就变成说 哇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怎么今天睡过头 这样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后来就真的发现 很多很多的这些旅游 它其实有很多的 怎么讲 很多的事情我要去处理 尤其工作 我现在都不断的在 边工作边旅游 那我现在工作量是无敌的大 大家应该知道 我这几个月基本上 我一周都是两三根起跳 这个只是解释了的部分 那我们还有看房 看房其实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我们要去看 我们要去录 录完之后不一定能够用 我们还有可能要炒一架 紫微斗书也是一样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 前置作业要做 还有后置的作业 当然后置 大部分心理老师都是 都是已经处理掉剪辑的 大部分的东西 所以但其实实际上 我们在节目上面 花的时间远比大家看到的多 还有我工作上面 不要忘记我有正职 我的正职 虽然可以远端工作 但是远端工作 并不代表你可以不工作 同样今天八小时的工作的量 你还是要在自己的额外八小时做完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今天在国外 今天去了一个清水寺好了 我今天这边花了四个小时 我就去回等等等家吃饭 这个四小时要补回来的 你可能要在晚上工作 你可能要在半夜工作 你可能要在明天早上工作 还有一些时差的问题 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是对着台湾的时间 我早上跟下午 照顾完我爸妈 我晚上我是要工作 我要开会 我要凌晨两点去开会 开完会 明天早上我还要应付我爸妈 又是应付我妈 问我说冰箱 为什么又没有蛋了 然后我要忍住 我要把这些全部都扛住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 对于观众来讲 对于听众来讲 对于我的Instagram follower来讲 他会觉得 哇好爽啊 可以住一个月 而且这个月都不用缴房租 但他选择自己 可以羡慕的东西 但这个背景 都是很多很多 要做的事情 我其实这半年的出游 已经没有到当初出游 那么轻松 我就请假就出去 我都带着很多东西 我在想我节目要做什么 我在想我工作 这个时间是不是要开会 我要一直对着手机 看说这个时区有没有对错 日本还好 加一小时而已 但是如果今天是美国 我想说 是不是有日光节约时间 然后这我明天的什么时间 这个时候的时间 是要加8还是减8 还是加16还是减16 我忘记了 然后可能工作上 还有别的时区的人 然后对半天 我花非常大的心力 在我边旅游的时候 边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后来发现 比如我本身来讲 对我的压力 已经越来越大了 我不如把这件事情 好好地切好 我今天要请 我可能就认真的去玩 然后我真的 可以工作的时候 我就认真的工作 我现在这一趟回来 我真的有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启蒙 就是我真的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心力 因为这些东西 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我一个人要照顾爸妈 我爸妈有莫名其妙的需求 然后我要照顾我自己 还有我还有两个工作要处理 所以其实这个loading 超级超级超级大 然后我还要应付 很多很多的事情 例如说心地老师问我说 今天这周 要不要去看房 但是 或者是说 今天跟我说 这个节目要玩两天才能上 那我要怎么办 我根本没有心力 在处理这件事 我根本就觉得说 OK Fine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拍日不够高 所谓的不够高 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 是因为我今天在乎 会没完没了 我今天 我其实都是很在乎的 但是我今天真的要 跟着在乎说 今天这个节目 好像哪边有点怪怪的 或者是今天这个节目 录得不太好 我们来重录 这个会 完全完全完全 会浪费很多倍的时间 那 我现在有没有这个时间 可能没有 所以在这一趟 我京都 我真的花非常非常多时间 在我整理我自己 我就 真的没有管工作 我有两天请假 我是完全没有管工作 然后包括一个六日 所以从我四天 不管工作 当然另外两天 我还是有工作 然后包括录音 包括我回去做实况 我就稍微整理一下 我自己 我发现说确实生活 跟休闲真的还是要 就是工作跟休闲 真的还是要切开 贴得越明越好 当然 如果你是可能跟我一样 其实蛮enjoy工作的人 那你可以 但是如果这个工作 你本身就不喜欢 像我的工程师工作 我就是不喜欢 我就是不喜欢 那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稳定 所以我做工程师的工作 即使我今天被裁员 我也不太会找不到工作 这就是我选择这个工作 非常非常肤浅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知道 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所以我开启了 我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做podcast 那为什么做podcast 我之前也讲了很多原因 可能这个比较适合我 等等等 不想露脸等等等 所以我也尝试 给我人生多几个选择 多几个道路 我不会跟我自己讲说 好那我就 大家都觉得工作工作很好 然后我就做工程师 没有我发现 我根本不适合做别人的下手 我刚才发现我根本就 我发现我都觉得 我主管跟老板是智障 这样之类的 所以我想说 好我自己来做 但我自己来做 我家里又没什么本 没办法说什么 今天拿个几百万 出来开个业这样子 好那我做什么 我也相信 虽然我对我自己很有自信 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自信 还是有一点点拿捏的 我知道我现在创业一定会炸掉 因为我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出来创业一定会死掉 所以我想说 好那我就自己先来摸 自己摸摸看 然后摸一些 就是做一些 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我稍微有把握的东西 然后去开始尝试这些东西 所以我尝试了非常非常多 从以前英雄联盟的 实况赛品到现在 我尝试的应该是 补下五种各式花式的职业 这样子 那没有一个成功 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也都不敢 就是离开我的政治的原因 其实我尝试的东西 都没有一个成功 然后这些年数都是好几 都是已经是 加起来已经都是十年以上 所以就会觉得 我也不会 我其实就觉得 这很多对我来讲都是养分 就是我会觉得说 今天过去的所有东西 对我来讲都累积 如果我没有那些东西 如果今天没有 我以前没有去文库华那一趟 我根本没办法跟别人 说嘴 或者是说 我根本就没有 能够意识到说 周围的人怎么想都是其次 你怎么想才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想把你自己过好 才有办法 照顾别人 我其实没有经过那么多东西 我完全没有那么体悟 我可能还在 过着那种 哦天哪 我爸妈真的是个疯子 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 天哪 为什么我的另外一本 好像不太了解我 为什么是我的朋友 每一次 每一个人都会跟我吵架 等等的 我可能会陷入在 那个不断的那种情绪里面 然后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 或都是谁的错 但是后来我发现 好像没有这就是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然后每个人家庭也不是完美的 然后每个人的感情 也不会是不吵架 我以前都觉得 不吵架很正常 后来我发现 吵架才是正常 然后经历过很多东西 我发现 好像投资在自己身上 是最划算的 好像 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是最划算的 与其方便打下手 不如我自己创造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IP 等等的 我发现这才是最好的 所以 所有任何来跟我寻求 类似建议的 可能因为很多人还是会 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讲心事 然后我都会跟他讲说 你就不要管这些人 你就好好的做你自己 所谓做自己不是 be a bitch 是好好地把你的生活品质拉高 把你的钱多赚一点 把你的 就是把你的所有东西 不管你的什么程度 或者是你的工作能力 所有的东西都拉高 你先对自己 有一个基本的 自信的时候 你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 当你自己对自己 是完全没有一个概念 没有一个自信 没有一个 模样的时候 你很难去做其他的事情 因为你跟别人吵架 你会觉得说 没有就是 就我的错了 因为我自己就怎么样 怎么样 那其实 你遇到一个好的状态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说 可能对方会同理你 觉得说 没有啦 就是其实我的问题 这是好的状态 但不好的状态 人家如果责备你 那会不会就变成一个 负向循环 他责备你 你觉得你这一是你的错 然后他继续责备你 因为他真的也觉得 是你的错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关系不可能是 有一个人错 所以才会发生这些事情 一定大家都有错 只是或多或少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很负向的循环 他就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例如说工作 很多人都问说 你怎么找到这个工作 或你怎么样成为什么什么什么 你怎么样怎样 怎样 我都觉得很问好 我都是很问好 我都觉得 那你就去尝试 但是追根追尾 大家不敢尝试 不敢跳槽 原因又是什么 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 不知道自己这些工作 这些能力能够 在这个社会上 可以赚多少钱 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市场上是值钱的 也不知道 你自己 你离开这个工作的时候 还有哪一个工作会要你 这听起来 又很像感情 对不对 就是你对自己 完全没有自信的时候 你就完全不敢跨出 你的舒适圈 那你就会留在你的舒适圈 或许是留在 你自己的家里 你就住家里住一辈子 或是说 你就留在原本的工作 做个20年 想说反正公司也倒不了 或是说 反正我家里有老房子 老房子会继承给我 我也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打拼 我就很老就好 但是 它是一个很负向的循环 你已经把你自己的 天花板就设在那里了 可能就是你家的房子 就是这栋了 因为你就觉得 这栋就好了 我干嘛要那么辛苦 你觉得说 我现在工作就是天花板了 我做20年 那20年的薪水 后到哪边 就是哪里了 然后你觉得 你可以买到什么样子的房子 我就是这样子的人而已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很不喜欢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不会让我自己 陷入了这个东西 因为 我自己很清楚 我对生活的品质 要求很高 我很想要很多东西 我很喜欢很多 很喜欢的东西 那我会去用 我用完之后 可能会觉得说 没有 这个是很烂的 很普通的东西 我会酸你家 然后就不用 但是我试过了 但当刚刚那个状态 你可能对自己 没有那种自信 然后你就变成说 我只能羡慕人家 开进口车 羡慕人家 家里有房子 家里有两栋房子 家里有一排房子 或者是羡慕人家 可以出国 羡慕人家 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 完全就是 这就是一个负向的循环 你只能在羡慕 因为你永远不敢 踏出那一步去 走到 你去挑战自己 你让自己不舒服 你让自己 在一个 好像很危险的地方 你不敢换工作 你不敢辞职 因为你怕找不到工作 然后你也不敢 离开你现在有毒的关系 感情或是朋友 然后你去找一个新的地方 因为你 觉得短期内 你会很不开心 你会为了这段 感情或关系难过 你会怕找不到工作 怕找不到下一半 下一个另外一半 或者是怎么样 那你就只能 你就只能在这个关系里面 你就只能在目前 这个圈圈里面 像你现在已经 你现在去泡个澡 结果那个澡 它澡堂里面已经是 就已经很脏了 但是因为 你不想忍受 你站起来之后 可能会 可能会全身被那个冷风 给很刺痛的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说 哇好冷哦 我永远都不想起来 所以你就一直泡在那个澡堂里面 短时间是可以啊 但长时间 那个水就凉了 你就泡在一个又脏 又冷的一个情况 环境下 然后那时候 可能是已经十年 二十年 你才回忆说 哦 其实我那个时候 其实有一个机会啊 有一个人找我做什么东西 我那时候应该去的 有一个人找我跳槽 我那时候应该去的 然后你就变成 只能说嘴 你就变成在后悔 自己当初什么 真的决定做错了 但是你永远都 会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 你随时可以站起来 你随时可以离开 那一个 已经快要冷掉 或是你已经知道 他要冷掉的地方 已经很脏的地方 你永远都可以离开 你现在 已知很有毒的环境 虽然说 你现在短时间带得很舒服 但是 要逼自己 离开 要逼自己 就是要 也要相信自己说 可能在 我们现在的年纪 我们是能够 接受这些冲击的 我们可能身体还够强壮 我们还能够加班 我们还能够赚钱 我们还能够去当业务 我们还稍有姿色 可以去做一点什么事情 但是 当你在20年后 你有这些东西吗 你或许有一点钱 但是 也就是那样子 因为你20年前就已经 已经设定好 我就要在这间公司 带到那个 那如果你以钱 赚钱的角度 是不是 他电话板就在那边 你会不会羡慕人家 那时候可能 就开始做YouTube 就开始做Podcast 就开始创业 可能五年后 又有一些很神秘的产业 是不是你都会羡慕别人 能够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机会 机会除了是给准备好的人以外 还有一个是敢尝试的人 如果他都只待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 非常 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 我自己对我现在 都是 适合在说 都是适合在说 像刚刚那些东西 其实我都有一些 很久 很长 围棋可能好几年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说 像在 过去在做实况 我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外部的机会 官方给我的机会 但我都没有去 那时候我都觉得说 不要啦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做就很好 但我现在看起来 我都超后悔的 我觉得如果我现在 我那时候拿着那个机会 握着那个机会 我相信别人给我这个机会 是因为他看上我的某些特质 即使我还没有到那个水准 他相信我 我就敢做 因为人家要我去的 那为什么我不去 借下这个机会呢 对不对 就是 我现在很后悔 所以我现在只要 看到什么机会 或者是我觉得 我有了一点点这个 这个胜算 我就会去做 因为失败是无所谓的 失败的成本是不高的 真的是不高的 与其 你现在失败 跟你现在维持现在这样 然后后来才觉得你失败 那个成本真的是我也不足道 好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讲了这么久 会讲到这边 不过 这就是我最近的半年的一个心得 就是我最近半年真的 经历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 频繁的出国 频繁的回来 频繁的 就是在接受这种 刺激 这种 大家给你眼光的刺激 然后甚至自己有一点麻痹了 对很多事情都麻痹了 然后开始在寻找更多的自己 然后开始来找说 我到底要什么东西 我要是钱 还是要是名 还是要 我可能还是 可能只是下一个 简单的关系 等等的 我发现 我虽然我可能什么都想要 但是我就开始发现说 其实我要的东西并不是 我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跟我 离我要的东西 已经是相反方向 所以我就想要把一些东西给 拉回来 然后回到一些 我真的应该要在意 或者我觉得我未来会在意的东西 这样 所以它会有过去这么多的东西 这些 节目的结晶 这样 然后我也讲了一些很多很多 很 大家听起来会觉得 你为什么突然讲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会突然要走到这么深 原因是 真的是 我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感受 但 那些感受也会受限于说 我怕节目会被我带到一个很 很心灵 很 很宗教的地方去 但是 我很想要透过 我可以接触的频道 或者是我可以 接触的环境 或者是媒体 去 去影响一些人 所以影响一些人 可能是跟我 真的就是我过去 过去我自己 或者是说 我明明知道 你就卡在那边 那 我没有办法 我直接跟你讲 你也不会听 所以不如 可能有些人 听了我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 真的脑子里面 开始会有一些想法说 好像确实是有一些 alternative 好像确实不一定要这样处理 或者是说 如果我们把时间放远一点 我们现在在想 下个月要做什么 不如我们先想想 一年 我们要做 这一年我们要做什么 或是说 你希望五个月后 五年后 你希望你在干嘛 你希望你在环游世界 那 这五年 是不是就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才能 五年后环游世界 就是你可能要去 分很多阶段 做 你可能要多赚一点钱 都赚一点钱之后 你还要研究去哪边玩 那 或者是说 多赚一点钱 这件事情要怎么拆分 例如说 你可能去 环游世界 你可能要花一百万 假如啦 那你要怎么样 赚得到这一百万 你在五年存 存这个一百万 你要怎么存 你每年大概赚多少钱 你才能存到这个价格 这个钱 那你现在工作可不可以 是不是要换个工作 你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等等的 把很多很多的事情 去 去做一个很long term的规划 虽然说 确实计划永远改不上变化 但是在 你切分这些事情 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把 你一定会获得一些什么东西 讲钱来说 如果你今天 五年后 你知道你要花一百万 去 去 去 环游世界 所以你说 你一年要存20万 但是你在第三年 你后来发现说 哦没有 我突然想结婚 我突然想环游世界 至少你这个时候 你是有那40万的 你会有 至少40万 而且你的工作能力 一定也会进步 因为你为了环游世界 你做很多的付出 你把你自己 打造得更好了 你让你自己赚钱能力更好 工作能力更好 等等的 甚至你因为这样子 你认识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你这一年要结婚了 所以所有东西 我觉得都不是偶然 所有东西 即使是好的 即使是坏的 他 都是走到你 目前这一刹那的 必要条件 他都是一定会遇到 他都是必经之路 只是我们怎么样看 我们都看不懂 我们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真的是 运气真的很差 但是你再拉长一点 你就会懂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发生 这样 所以哇 越来越玄学了 反正这一集 我想表达 就 就到线套这边 我觉得会太吵 我觉得会太吵 大家真的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放宽心 然后维度可以拉大一点点 这样 就是不用 不用太执着 我现在眼前的成功或失败 然后可以作严于一些 未来你真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真的觉得 你未来会在乎的事情 但是你现在能在乎的事情 你就好好的去 在乎他 好像好好的活 现在每一分钟吧 因为时间真的很短 这个在那个 我姐妈 Drama那一集 我也有 讲这件事情 就是时间真的 比我想 比大家想象的过得都还快很多 昨天今天我已经31岁了 30岁 快31了 那 前一次我在麦克风前讲话 很像是我18岁的时候 我在我老家 然后开始实况 然后跟大家讲一些五四三 然后再玩打的英雄联盟 那时候还是青藏之野 一个很 用一个很差的画质 可能720P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 有些观众现在都还在听 现在都还在看 然后专研之前 我现在已经31岁 现在已经这样 31-18多 13年过去了 我好像做了类似的事情 但心机上有非常非常大的转变 我好像 我看透很多东西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 都没有看透 这样子 就是有些东西 像家人我也都是想说 我到底在痛是他小 对 但我会稍微退几步 然后 我稍微退几步 就是我可能不会 就是纠结于这些东西 我想说好 那我 我就先 离开这个 当场的状态 然后 想说好 那 以大时间来讲 其实 我觉得 不用这么的 这么的 生气 或这么的 难过这件事情的发生 这样 我 就是还是会回到 我自己希望 把我自己 先 搞得更坚强 或者是搞得更 更自主一点 然后才能 进一步才能帮助别人 对 我觉得 但要帮助别人的前提 可能会是我自己有一个 我自己可能是别人的模范 或者是我自己能够做到 人家的 我可能要做得比别人好 对 然后可能要 可能要有一些 东西真的有能够能够帮助人家的 这才是前提 然后才能去帮助我 然后需要帮助人 可能像是我妈 可能是我哥等等的人 或者是可能在听 就是正在听节目 然后 可能 此时此刻心 可能自己的心灵也是很破碎的情况吧 虽然我从那段时间恢复过来 但是 那些时间 那些东西都还在 那些东西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过去 它不会因为你走出来 它就 真的就不见 它 可能发作的时间越频繁 频率可能越来越低 但是它还是会发作 这样 那我就希望可以 可以 让大家都 至少心情可以过得好一点吧 然后生活也过得好一点 不管是 各种方面来讲 好了 那这期就先到这边结束 那我是小杰 我们之后再见咯 拜拜